你好,我是Lily,今天是2022年的8月30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美科技脱钩 中共国的医疗、航空、教育等产业到底会惨到什么程度 中美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领域里的脱钩已成事实 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趋势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 中美科技脱钩会对中共国的医疗、航空、教育等产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没有了美国在各方面的技术支持 各个行业到底会惨到什么程度 昨天一个三甲医院神经外科医生叫徐晓医生的一位博主 在微博上发的帖子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 他在这个帖子里说 医疗水平开倒车令人寒心 神经外科不让用脑式引流管600元一套 防逆流、带金属性 可以菊麻做手术 医保禁用 医院直接停货 所有的微创引流手术都没法做了 而且外面还买不到 结果就是以前30分钟的微创引流手术 现在需要全麻切开 钻孔放一次性10块钱一根的管子 不防逆流 然后患者本身3000块钱局部麻醉解决问题 现在全麻要8000块钱以上 受罪一个多小时 因为劣质不防逆流 患者容易炉内感染 因此至少多花3万元来治疗感染 医保也因此多支付几万块钱 看到没有 这是中美在医疗领域脱钩 不能采购国外先进的引流管 而导致的一个小事件 别的不说 做手术缝合的线和针都要必须进口 尤其是高精尖的心脏外壳手术缝针和缝线 这里边的材料和涂层都非常关键 不要小看着一针一线 缺了这个针线就是生死之间 那各种检测仪器呢 什么CT核磁共振超声波 没有了这些仪器 很多人连得什么病都检测不出来 更不用说用药了 中国能生产的药物 都是已经过了专利期的仿制药 而不能生产西方最新的还在专利期内的药物 而很多病症是真的需要最新研制的药物才能管用 没有了西方的药物 很多人只能等死 在2020年 哈工大 哈尔滨工程大学 北航等13所中国高校 被紧用MetLab软件的事件 在中国成为热搜话题 引起业界高度关注 MetLab软件是美国 Metworks公司出品的商业数学 以及科学计算仿真软件 MetLab用于算法开发 数据可视化 数据分析以高级技术计算语言和交互式环境 通俗点说 只要是数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用它来做 所以它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 现在哪个行业不需要数学计算呢 这还只是针对13所高校的禁用 随着中美科技脱钩的加速 以后是要扩展到所有的高校和公司的 这是教育领域的软件 那工业领域的软件呢 工业软件行业中 中国国产和国际先进水平至少有30年左右的差距 比如 ASIS ABS Cosmo 这三个软件 分别在结构 电磁 热力 化学反应 流体等诸多领域被世界广泛应用 如果想要开发出一款合格的有限源分析软件 需要千人级别的软件开发人才 需要上百人的物理 化学 数学 材料 机械 电器 电子等专业性人才 每年至少上亿的研发投入 以及对各种材料进行大规模的实验获取相关数据 即使用人力 钱财堆出来了 但没有其中的算法和数据也是没用的 算法和数据才是核心 这块才是最大的难点 举个例子 做铁路的都知道金属疲劳这个概念 ASIS基础材料库有常用材料的完整疲劳曲线 这是用钱堆出来的 ASIS除了卖软件还卖数据库 数据库的价格更贵 有网友指出 MetLab被封禁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更多来自美国的软件可能会碰到类似的情况 例如美国AltDesk公司的大名鼎鼎的 AltCAD软件 建筑 机械 汽车 机械等领域都要使用 还有多钢体动力学软件 Adams 车辆及流体力学软件 Cosmer AME SIM TRAXIM 热骨流偶合受力分析 Insense 车辆通讯 Panel 这些对我们普通人非常生辟的词汇 可是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应用的非常广泛 只有在这个领域的人才知道这些软件有多重要 而上述软件公司隶属于美国法国德国没有了这些软件 中国工业领域的设计就会处于瘫痪状态 再说一下航空领域的差距有多大 中国航空发动机的寿命远没有西方国家时间长 就拿美国的F15E型战斗机来说 这款战斗机在1990年的时候就服役美国军队 到现在为止已经将近30年了 前段时间爆出美国F15E型战斗机 已经有个别使用寿命超过了1万个小时 这是什么概念 目前美国的标准战斗机发动机使用寿命是8000个小时 它已经超时服役 再看看中国哪怕是俄罗斯的发动机能使用多长时间呢 俄罗斯发动机也就能使用3500个小时左右 中国比俄罗斯的还要少得多 这就是真实差距 这就是有些国家宁愿买美国的二手战机 也不愿买中国的新战斗机的原因 再有中国生产的发动机 在性能上跟美国比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因为西方航空发动机工业的生产研发已经上百年了 人家有丰富的经验和数据 这可不是弯道超车能完成的 中国一直宣称国有化率达到60%的C919 实际在各项重要技术上对国外的依赖长度极高 飞机的动力系统 航电飞控系统 燃油系统 电源系统 起落架等关键领域都直接采用国外常熟的产品和技术 或是由中外合资企业制造 中国国内航空工业部门参与设计制造的 主要是机身机翼尾翼内饰等部分 它实际上是空客320的复制品 中国产业对美技术依赖程度可以分为高中低三类 高依赖行业主要是计算机技术 医疗技术 发动机药品 基础材料化学等 2018年6月 中国科技日报开辟 极代功课的核心技术专栏 系数中国35项严重受制于外国的凯脖子技术 其中包括芯片领域的光刻机 射屏器件和超精密抛光工艺 飞机制造领域的航空发动机舱石 试航标准和航空钢材 软件领域的操作系统 工业设计软件等 就连中国引以为傲的人工智能技术 科技日报在分析中也承认 中国工业机器人技术的算法不精 稳定性和精确性远逊于外国 经过以上的分析就可以知道 中美科技脱钩 中国在各个行业水平 会一下子回到1980年代 各种产品是能生产的 但就是乡镇企业粗制滥造的水平 医疗比赤脚医生好不了多少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毕竟你的钱在比特币 必定你的钱在数字货币里 他担心美国人找到了 广在比特币里边就是几千亿美元 咋办呢 买两样东西 白银黄金提线 超级贵金属提线 他们钻石当然你就买好的 都被他们买完了 真正的黄金一吨一吨的往回拉 白银一车一车的拉 还有高纯度的一些东西 所有这些东西 他们都在存 存哪去呢 欧洲的自己的地下 新加坡的 日本的 甚至在你想象不到的国家的某些地方藏着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共产党真的知道战争要来了 中国共产党要完蛋了 世界经济要完蛋了 他们先把自己家的那些钱 尽可能放在箱子里 当年大清朝末期 所有那些贝勒王爷 就把钱存到了花旗银行 汇丰银行这一唇大清朝倒了 现在绝对就是那个感觉